大家好,我现在是在哈尔滨做商尾红肠代购 商尾红肠是正宗的哈尔滨红肠 大家这肠非常难买,全年都需要排队买 一排有几个小时几百人在排队 所以很多人不想来排队呢,你可以找我帮你代购 外地的呢,来不了哈尔滨呢,你也可以找我帮你代购 我帮你们买出这肠呢,都是一带一个防围码的啊 都是可以辨别真假的,不用担心买到假货 想吃的就来找我吧 这根是正常的商尾红肠 这根是我用烤箱烤的 用烤箱烤了我觉得脾筋吗,其实好吃 这个直接切了也可以吃,但是用烤箱烤完真的嘎嘎好吃 外皮烤脆了,我本身就爱吃肠,我觉得烤红肠 就烤商尾红肠是我吃过最好吃的肠,真的嘎嘎好吃 太猫的气呢 真的老香老香了 我现在每天的工作呢就是 刺刺刺刺刀,然后再麦麦和啥,别愁 我那麽崇拜我干啥,你玩吧 刚给他洗了个头 所以有时候吧,就你们要是给我发消息啥的 呃,我不能及时回事,因为我整他呢,收不上又在那好呢 或者咋的 那天我给我发了视频嘛,我说的那个就关于保险的事啊 我不交灵活就业嘛,他们有的说灵活就业不,是不是热了啊 干了就拿下来吧 然后他们说灵活就业不合适,怎麽怎麽样 然后我就发视频 就很多人劝我,百分之八九十人都说 因为看我视频的人都是年龄大的 他们的观点就必须有退休金,有养老金 那个时候我发的时候还没有出新政策呢 不后来又出个新政策嘛,就是延迟退休了 呃,然后还有 养老保险最低的年限是二十年了,以前不十五年嘛 其实吧,对于上班的人没什么影响 上班有的都交三四十年 但是对于像我们这种灵活就业的 可能有的那就交十五年,就交个底线就行了 反正你交的越多,他开的越多 但是灵活就业本身他就没,他就是自由职业了 他有的就交十五年 你一交二十年,很多人,你看 有的现在刚交两三年的,他都退保了 就是说这不交,最近很多退保的嘛 原来还有延迟退休了 就是到我们那个年代,好像得晚三年 那开,你得活到八十岁吧 可能能把这个养老保险自己交的 你得将你八十岁能开回来 很多人那时候,哎,我能活到八十岁吗 怎么怎么样,反正一算你有的人就退保了 但是我的想法呢,就是啥呢 咱这还得接着交 那万一我活到九十岁一百岁呢 你说我要不交的话 咱就说你老了,你有多少存款 还有几十年都是不一定的 万一你一份存款没有呢 这年头就是,您不说了嘛 但凡有点上进心,谁还没点外在呢 但万一我做个啥买买,赔这清价当产 到老了,你说那不得要保证吗 就是很影响你找对象 但我没有设保的时候 一个时候你说我要没有 还指着你养老,谁跟你 你就说吧,现在咱就说人都这么现实 他找不找对象是一回事 但是我不能断了他找对象那条路啊 你以后结不结婚呢,怎么怎么样 咱都不管,你想结就结 但是你万一想结,你说因为 因为我没有事把影响你 那是不是不太好 咱尽量给你点个贴金 咱尽量说连沙烦都背齐了 以后吃饭都给你准备好了 我以后也学游泳啥的,也不用你救我 录录视频录困了,睡着了 行,今天视频就拍到这吧,不说了